Hello 各位好 我是桑普 今天做第二節的節目 都是講台灣新聞都很罕見 我連續兩節都講台灣新聞 因為事實上是重要的 這宗新聞很多香港人都默默地關心 海外的很多人都關心這件事 甚至前幾段時間我做很多節目 很多人都留言說 桑普可不可以講講這宗新聞 我覺得是值得講的 因為這宗新聞的話 大家看到 Something is happening in Taiwan 太陽花運動2.0 隨時上演 也可以說賴清德上任是沒有脈月期的 只有面對挑戰 這個挑戰是他上任之後 可能第二天就會展開 我現在錄這段片段的時間 是5月21日的早上 即是很早的時間 稍後9點 早上我要去電台要錄主持的節目 即我錄一個節目 之後台灣一些華語的節目 之後我才去中午過後 有機會的話 我沒有辦法保證大家 有機會的話我去到現場 去參與有關的一些集會 因為今晚我事實上都有一位手足 因為他進了醫院 我都要探探他 所以我想在這個中午的時間 我想是要去看看這個有關的一些集會的情況 我都呼籲了 很多有興趣 支援這一幫抗議的人士的人 去用合法、合理、合情的方式 都是那幾個字 合法、合理、合情的方式 去支持這一幫真正抗爭的人 和台灣一起奮鬥 這件事不是台灣的事 和香港無關的 我們永遠是香港人 我想如果你這樣說 目光可能和我不太一致 我的看法就是 既然來到這個地方 就要和這裡的人 為了民主、法治、共同奮鬥 而這件事就牽涉到 我們台灣民主的品質是甚麼 我們是否尊重理性民政 是否尊重程序公義 我們並不是說要取消這個民主選擇結果 OK 大家看到 根據台灣的憲政體制下 總統和立法會是兩條隊的 總統就是自己選 有不同的選票選出來的 這個是總統 OK 現在最高票當選的 不會有二輪投票 你喜歡也好 不喜歡也好 這些都是民主國家 可以接受到的情況 允許只有一輪投票 然後選出一個 最高票數當選的 即使是40%的票數當選 都是可以的 OK 另外呢 就是涉及到在立法院 即是我經常說的 國會的地方 今天會上映一個重要的地方 會講到發生甚麼事 國會這個地方 就是現在國民黨是第一大黨 民進黨是第二大黨 民眾黨是關鍵少數 有八席不分區立委 OK 在這樣的情況下 南白就是民眾黨和國民黨聯合的話 就可以擋很多法案 事實上 國民黨的黨團的總召集人 胡坤奇呢 還有問中黨的黨團總召集人 這個黃國昌呢 兩個人呢 就是互相協調合作 就是針對很多呢 所謂國會改革法案呢 逐個逐個呢 是基本上 搬到這個地方 是很多的程序公義沒有遵守到 就是比如說有些法案 比如說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比如說你修訂有關的藐視國會罪 刑法你要加條罪進去 這些都要經過充分的辯論嘛 你都要尊重每個委員會 每個委員會 和每個黨團都要有協商討論過程 如果有不同意見 怎樣修改 大家都要表達意見嘛 這個都需要做 但是首先呢 採取一個方式 就是說呢 由國民黨 和民眾黨聯合 去主導的各個委員會 和黨團呢 很多時候不經協商 沒有充分討論 就立刻呢 他們的全案保留 就表面上通過了委員會審查 實際上就是說呢 立刻敬父異讀 就是這些是民意文 就是全案立即交付異讀 就是一讀過 委員會不用過 討論都多餘 甚至去到這個異讀期間呢 突然之間翻出一個新版本出來 那些條文事先有沒有公佈給立委看 文章的立委不知情 最終於王國昌視為這個 藍白之間的天大秘密一樣 最終於先將這個條文擺出來 擺出來的時候呢 逐條通過了 然後你逐條通過 先聽到什麼 舉手想討論 不行 這個異讀 你只是說yes or no 然後呢 你想去闖這個主席台 然後整班隨口心那些 哇 全武行跟你一起打過 鎖住所有東西 那整個感覺就是 台灣的立法院或者國會 變成了香港的立法會 或者中國人大不會出現這些 香港立法會當時 當年的情況 就是說呢 有些人硬硬地扭曲一些規則 扭曲規則的地方就是 已經競負易讀了嘛 委員會通過了嘛 你說已經全案保留了嘛 其實全部都全部主導 裡面沒有任何的真正 跨黨派的協商過程 善意的 理性的 法治的 專業的一些意見 完全沒有 那個法例就是講到什麼 就是我會講到 那麼完全 硬硬地通過 通過呢 就是已經二讀 已經成功也都有 有些是 將會進行三讀了 現在全部未解決完 那些法案未通過的 這就是關鍵時刻 是不是要繼續阻止下去了 那麼上個禮拜五、五月十七日呢 就發生全武行的情況 那麼有很多民進黨立委想衝進去 那麼就被人在一個洞裡 扭進去之後呢 不斷就要摔回來了一個Puma 就是這個 沈百羊呢 是民進黨的其中一個重要的 關於這個資訊安全的專業的立委 那麼摔到頭 那麼基本上都是腦震盪 都入院一段時間 已經出 已經是康復的了 那麼另外還有其他五個人都受傷的 那麼我想這件事是有一個國民黨 其他都五個民進黨的議員都受傷的 那麼希望他們都保重啦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呢 希望大家都能夠理性民政 是大家的密切的期待 政黨在競爭之外呢 也都應該有合作的信念 國家才能夠買出穩健的部分 南白六都是一些國內的矛盾 如果今天南白有部分人士是染紅 我不說全部一部分人士是完全染紅的話呢 話不得了 這個只是代理人戰爭來的 我們當然這件事有證據 先講幾多分話 但是越來越多的事情 應該要深入調查 希望賴清德的總統和有關 司法獨立的檢察獨立的團隊 能夠好好做這件事 另外遵守程序正義 先有多數尊重少數 後有少數服從多數 才能夠避免衝突 維持社會的安定和諧 這一點在整件事來說 就變成了相當令人震驚的一件事 根據自由亞洲電台的報導 朝野立委 就是上個星期五 在立法會爆發激烈的姿勢衝突 畫面令外界相當震驚 引發民眾發起今天521 就是在立法會外面去做的 因為517的晚上 是很多的一些民眾 大概百多二百個 就在這個立法院外面 尤其是在這個 應該徐州路上 就是 濟南教會 或者政府辦公大陸外面 在一個地方結集 就是抗議 那裏面有很多 國會議員 就是這個 范雲等人 就是民進黨的人 都跟他們揮手 聲援喊喊喊 彼此之間互相加油 那天晚上 基本上是休會 就到今天521 是繼續下去了 這個審議 我們一定要看得到 關鍵時刻 關鍵處理 不可以只是 talk the talk 就是在那裏說話 還要walk the walk 所以我就說 我不是只在這裏說 說是重要 是必要 但不充分的 還要做事的 你不可以說 說話的時候 為什麽只是說話 不做事 做事的時候 為什麽做事不說話 這些說法完全是 做一件事 你就說人家 只是做那件事 很荒謬的 所以我們 用自己的身軀 用自己的力量 盡自己的能力 去做一定的生活 那我的能力 就是說 能夠在輿論上 能夠在網路上 做好這個角色 更多人 可以更加有能力去衝的 更加有能力去做好這個 合法的抗議活動 那我想就盡力去做 那你知道台灣來說 公民抗命 如果純粹 非暴力的公民抗命 是合法的 是無罪的 OK 這件事已經經過 有關的法院的本決 那我希望大家都明白 那當然 現在的立法院 和以前很不同 以前是黃金平主導的 這個裡面的 立法院議會的警察 但今時今日是誰主導的 所以今時今日應付的 裡面的險惡環境 和2014年的時候 很不一樣 2014年爆發這個太陽花運動 當年連賽有三月的 這個太陽花 後來有九月 香港發生的這個雨傘運動 那大家知道是搖傷呼應的 那會不會因為這樣 香港亦都受到啟發呢 那現在國安法來講 當然不看好的 但世事很難說的 有很多事情都會突發發生 所以大家要不明白 OK 好了 講回事件的起因 就是國民黨和民眾黨 提出國會改革法案 加大議會權力 包括四件事 第一件事 要總統國情報告 可以給立法委員 即問即答 這件事是憲法所謀的責任 你如果在法律上修正 會不會適合遺憲問題呢 本身是一個釋憲 或者是在大法官會議解釋 現在叫憲法法院 可以去處去這個裁決的問題 那當然有時間落差 還有你讓他裁決的話 即是你用司法來達成 一個政治裁決的目的 通常來說 司法都不干預 但是 如果涉及到憲法所謀的總統責任 這個地方就可能會有問題 我相信這件事是遺憲問題的 因為 按照台灣的半總統制度 總統的權力相當大 他可以任命行政院長 行政院長也要任命國部會的首長 在整件事來說 總統有全部的否決權和主導權 這個是不到立法院去同意批准的 這個制度跟美國是很不同的 好了 你說這種制度之下 行政權力對內政的主宰這麼大 但立法院可以block幾樣東西 譬如預算案 法律案 條約案 這些全部可以block的 預算可以求 不可以增加預算 但是減預算 譬如法律案 它可以提出新的法律 新的規則 要你行政部門遵守 這就是整個三權分立的基本體制 我們尊重台灣選民 選出一個以南白為主導的立法院 我們沒有辦法去挑戰這件事 因為這個是四年一屆的選擇 這個選擇多壞都好 我們都要面對 問題就是說 如果裡面你們這樣的做法 原來你是把整個立法院 國會裡面的規則搞到這樣的 不經辯論 欠缺程序公義 多數不尊重少數的 那這件事就是抗爭到底 就是沒有少數服從多數的餘地 是先要有多數尊重少數 才會有少數服從多數的結果 OK 所以我想這個是所有憲政民主 是先有憲政 先有秩序之下的民主 而不是說任何人問水 大家一人一票 不是這件事這麼簡單 問人是有罪性的 在基督宗教下面來說 這件事是有需要制衡的地方 這個才是第一位 那以什麼為制衡 不是以我和你的意志為做制衡 是以規則法律去合理、合憲、合乎 即是正義的規則 有natural justice 自然正義的部分 而更重要的是真是味的價值 我想這一點是重要的 對於人的罪性 要有充分的了解 你才知道什麼叫制衡的原則 好了 你要在這樣的情況下才做 那我不是說 今天你有個國民黨 民進黨主導的國會 和這個總統不一切 我們就要解散這個國會 我們就要把整個國民黨 和民進黨全部抓去 那不只是看回民進黨立委 那我們不是這樣追求這件事 所以我想有些人會提出解散國的這件事 我覺得在現階段 我不是說以後 說現階段 是可能會有保留的 因為這件事的重點是什麼呢 遵守程序公義就可以了 正如賴清德 今年2024年5月20日 50日 就職的時候說的 就是 立法院的議事運作 應該遵守程序公義 這個就是關鍵軍 多數尊重少數 少數服情從多數 才能避免衝突 維持社會的安定和諧 這句話就說出重點 這個就是總統的高度應該說的 不需要介入裡面的紛爭 你就說程序公義 OK 程序公義怎樣能夠維持 緊要的地方就是 終止表決 退回協商 先符合了程序公義 我們會講到各個方面的聲明 它牽涉到什麼 第一 總統國情報告 即問即答 這件事呢 是行政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 才有這樣的憲政責任 接受立法委員的質詢 以及要求他的國情報告 但是總統並無此責任 這個是憲法增修條文 1999年的時候沒有規定 那即是等於用修改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方式 達成實際上修憲的結果 而這件事是憲法保留事項 只有憲法可以規定 所以這件事是不合憲的 第二件事是涉及到 官員和質詢國會的藐視國會罪 我之前也講過 在節目裡也講過 我寫過文章在上部裡講 很詳細講 簡單講的是什麼呢 藐視國會罪就是說 當你被傳作證 你不需要宣誓的 你可能是官員 可能是普通人 那麼他認為你虛假陳述 或者你反質詢 或者不合作 你可能呢 有很多事情 問你 你不想說 傳你 你又不來 甚至你說的東西 可能是挑你一個骨頭 或你說謊 或你說虛假陳述 但你沒有宣誓過 OK 那你就可以被判 一年有期徒刑 一年有期徒刑 原先講三年監 現在說坐一年監 哇 這個國會議員 真是太厲害了 所謂的國會國權 就是基本上 藍白國權 他說你有罪就有罪 抽你一些東西 你不回答 反質詢 或者說虛假陳述 或者你傳你不來 分分鐘都會出事 這個叫藐視國會罪 OK 第三 就是涉及到 很多的吊月權的問題 這個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 來的 那很多藍白的立委 我不可以說全部 但部分呢 和共產黨是過重甚密的 涉嫌在中共代理人 他不只要入立法院的 或國會的國防外交委員會 還要是任何一個 即是那五十幾六十個 國會議員 只要他們 和共產黨的關係的話 不要緊 提安 我申請 我要調閱 那個部門 哪個資料 他說classified 機密 不行 我立法委員 有權調閱 任何資料 那你拿回來 好了 當然 你說我是要保密的 我調閱了之後 表面上 法律上 立法委員要保密的 但最近脫口心那單案件 你就知道了 物件可以把它拍照 遮少少東西 但是拍照 做網路節目的 這份是秘密文件 機密文件 可以公佈於眾的 這件機密文件的存在 本身也不應該公佈 不要說內容 整件事是違法 現在有人已經在告 隨考心 這個國民黨的臨位 這樣的情況 不止一個隨考心 就是千千萬萬過這些人 這些人 如果他和共產黨過重生物的話 那就立刻 你把機密的東西完全 喜歡調邊份就調邊份 然後呢 通共 這個才是大問題 這個所謂的調閱權 調閱權 基本上是最大的一個問題 第四呢 就進入聽證會了 可以傳召任何人 任何官員來的地方 那你做事不行 傳召你來 你不來 一年有期徒刑 他說你有事 就有事 這個就是大問題 第五點 當然是 就是不止是這些所謂的 國會擴權法案 還有 扶軍旗主導 三大前坑法案 就是呢 掠錢 就是納稅人的錢 公共建設 啊 建這個什麼 我記得有一條是叫做 花東的公路 有一條是環島的高鐵 另外就是說 貫穿中央山脈的一條 國道六號的延伸線 這幾樣東西 要做 要不做 我是持開放態度 但程序公義要守嘛 要討論嘛 要辯論嘛 逐件細節搞清楚它 彼此將它求同傳義嘛 這個是一定要的過程 是有爭吵 是有不滿 但是你要在這個程序上面 展現不滿 而不是你跳過這些程序 任你沒有嘛 這個就是 兩兆啊 二萬億台幣的前坑法案 就是這樣過去的 這些大堆的五件事 是現在大家相當 覺得有問題的 正因為這五個重點 大家就開始講 你擴大議會權力 增加調查權 還有最辣的藐視國會罪 潮野三道協商破裂 南白的陣營轉移人數優勢強推 結果爆發衝突 OK 二國民黨眼見未來 未來就是 以陸為主導 南白做二三 以後南很難重掌政權 於是有意提升立法權 去制衡民進黨 背後當然 是中國共產黨 此道奇 遠的更遠 硬的更硬 令所有的中國共產黨 在台灣的同路人 不斷還用這些 搞亂台灣 分化 矛盾 仇恨 疲累 使大家陷於 焦慮 衰靜 投降的邊緣 之後 土崩瓦解 這個就是他們的目的 希望搞亂 搞到大家離心離獨 所以我經常做很多個節目 都跟大家說 我們可以有不同的爭議 但面對共產黨 不可以有這方面的心願 而今時今日通過這些 擴權法案 這些前坑法案 所謂的利益 你會真的為南白嗎? 他為的就是共產黨 喂 國民黨那個 黨團總召集人 傅昆奇也說過 他說 我推整個法案的目的 只是一件事 使得民進黨找不到人做官 你哪個做官 那就坐一年牢 你找那個敬人 年薪很高的 你傳你不到 你到你說謊 或者問你你不回答 藐視國會罪 我說你藐視 你就是藐視 一年有幾套刑 這樣玩法 這樣搞法 絕對是沒有前途的 所以這些一定要擋 這些是幫誰做事 共產黨做事 已經不是爭論說 今天你要是中華民國派 還是這個台派的問題 也都不是爭論說 今天究竟是不是要 十八歲公民權這些問題 而是涉及到什麼呢 中國共產黨利用這件事 來擴大他的代理人集團的實力 而使這些擴大之後 你玩完了 即是等於 2014年 你肯接受八三一決定的話 你玩完了 以後就不需要有民主 因為他已經實現了基本法 所以當時黨沒有後悔 十年前的黨法是英勇 應該要做的事 OK 那麼 大家知道 立法院開會期間打架 老一輩的香港人在八十年代 事實上 在時尚在電視上看到 朱高正 大家知道當時的事情 事革多年 竟然在上個禮拜五再次上演 有立委被擒抱 撲倒 被拉下來 將頭重疏在地 造成多名立委議事人員 受傷送院 外媒紛紛報道 當中老闆社形容 台灣是圈鬧式的民主 當然不是圈鬧式民主 這個地方能夠形容 是有一股勢力在著等 那麼現在的情況 已經不是和以前一樣了 無法協商 無法在那裡喬事情 在那裡喬事情 聊天 絕對共產黨後面 強勢主導 那麼 事隔三天 賴清德就在20號的走勢演說裡面 講到這件事 剛剛也跟我們講過的問題 就是三到不過半 全民選擇的新模式 人民利益至償 強烈國家的利益 應優先於政黨的利益 既競爭也要合作 也要穩健 所以就尊重程序正義 多數尊重少數 少數服從多數 才能夠避免衝突 維持社會安寧和諧 事件一觸即發 源於國民黨和民眾黨提出 國會改革法案 潮野多次業商破裂 剛剛講到 特別是新增的藐視國會罪 擴大國會調查權 避免於私人和企業範圍 所以歐洲在台商會也抗議 如果個人或企業 拒絕到立法院問話 可被追究刑事責任 以外地擔心立法院權力 無限擴大 變成打壓手段 民進黨提出修正版本 但早前被南白陣營聯繫阻難 未能逐條審查 所有民進黨的版本 全部都不理 即是跟你談都不談 上星期五 本來表決的版本 是來自於國民黨和民眾黨 透過修正動議的制度 在表決前 突然將內容修改 未經立委討論 甚至有立委對內容毫不知情 也都沒有在網上公開的 法案就是今天續審 超過37個民間團體 稍後會講到這些 共同號召在立法院外集結 希望阻止三讀 要求委員會重審 表明拒絕立法院變成中國人大 OK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想在這個情況之下 今天九點鐘 我知道經濟民主聯合為首的 就會舉辦這個記者會 我們要看看究竟有什麼事 我稍後講一下今天會做的事 很顯然 如果跟習近平搞的港版國安法 2020年的港版國安法相比 2024年今年的南白硬推國會妙視罪 在執法標準 排審過程 法案目的和法案效果 都有類似性 譬如國安法 執法標準來說 就是中共話事 現在的國會妙視國會罪 南白立委說你 表示就是妙視 排審的過程 中國港版國安法是鼓掌通過 而這個妙視國會罪 不經審查 拒絕協商 直接表決 法案目的方面 港版國安法 中共勢力無限擴決 藐視國會罪在台灣 南白立委無限擴決 法案效果在中共的 港版國安法之後 說你有罪你就有罪 而這件事同樣出現在的 南白硬推的藐視國會罪 所以我想這件事 大家爭相是想抗爭的 最重要的原因之所作 就是這個地方 希望大家明白 很多團體包括三大團體 台灣公民陣線 公投護台灣聯盟 和經濟民主聯合 三個組織 都是共同呼籲 是大家為民主請假一日 公民排班捍衛民主 希望大家 即是你看到了 2019年有人說要罷工罷事罷課 三罷 台灣就不說三罷出來 為民主請假一天 公民排班捍衛民主 他怎樣排班呢 即我會講一下台灣的模式 如何做 大家在香港想一想 重新私學一下 那這件事是否香港通 成功呢 曾經有什麼 work過的 但是呢 即是不同的時空 不同的情況 要靈活變通 沒有一本通書 看到路 但大家看看台灣怎樣做 還有看一看他會不會成功 這是關鍵 為民主請假一天 公民排班捍衛民主 阻止國會濫權法案三讀 521阻止濫權法案三讀 524阻止確認517的已是錄 這些全部都是日程之一來的 希望他在三日 記住這三日 21號、24號和28號 關鍵三日 全力阻止國會濫權法案三讀 第一個集合時間 就是今天5月21號上午9點鐘 集合地點是立法院的青島東路側門 OK 那大家知道呢 三個團體 和其實很多個團體 已經發佈521白天 公民排班捍衛民主 和晚上六點半 下班下課 立院集結兩項活動 即是白天上班時間 排班 搜的地方 然後晚上六點半 下班下課 立院集結兩項活動 整體的情勢不容樂觀的 因此三個團體 和其實三十多個團體 向大家說明目前的情勢 並提出強化動員方案 立法院已經排定 5月31號 邀請新任國葵施政報告 南白兩黨的目標很明確 就是在施政報告完成之前 完成了國會濫權法案三讀 並且三讀之後的下一次院會 確認已時錄 原備立法程序 換言之 立法院接下 召開院會的521、524、528 都是危險日 即使 即是今天成功黨下三讀 南白必將在24號或者28號排審 倘若今天完成三讀 我們仍要阻止24日或者28日以示錄的確認 所以這些東西是怎樣阻止呢 是不是只在國會外喊口號就可以呢 這個涉及到一個大問題 就是大家呼不呼籲衝的問題 這個整個篇裏面 是沒有呼籲大家衝的 但是大家明白到 你不衝 你有可能解決到嗎 這個已經變成最後手段的問題 所以衝與不衝 現在沒有任何的決定 也沒有任何的呼籲 看情況而定 Let's see 到時候怎樣去做 我想很多的民眾會自發做一件事 群眾運動你沒有辦法去掌握到 水晶球一樣 你一定要 好像當他們工具 喪屍那樣 你要衝 你不衝 沒得這樣 沒有這件事 是整個情勢 逼到人家要做一些事 那會不會這樣呢 而這樣的時候 是不是已經是 警察已經四方集結 去阻止人家衝進去呢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因此這三天 立法院外 都必須維持一定人數 才能夠給 以場內的委員壓力 至少這個禮拜要做好 萬全準備 所以 很多團體 承知希望 521和524的白天 不需要上班上課的夥伴 都能夠盡量到斜場 需要上班上課的夥伴 就以排班的方式 前來現場 這個關鍵的時間點 雜日 為民主 為民主 請假一日 建議 如果大家 上班上學的話 是以身分證號碼 作為排班的依罪的 那你說香港人沒有身分證 那你自己決定 就是說 接著居民 或者旅客 你們的遊行 集會的示威 基本上你不牽涉到暴力的話 我想這件事 可以得到大家的認同 身分證 美號是單號的朋友 請在521白天 請假到立法院排班 捍衛民主 身分證美號是雙號的朋友 請524白天 請假到立法院排班 捍衛民主 我們將根據國會形勢 已定妥善的應對方案 再宣佈下一波 528 531白天的防衛策略 這一點就是公民搶救 民主倒退 公民搶救 這八個大字 就是這個標題 521就是9點開始 公民排班 海民民主 直到下午6點 6點半開始 下班下課 立院集結 包括台灣公民陣線 公投護台灣聯盟 和台灣經濟民主聯合等 三十幾個組織 都批判國會濫權 譴責民主倒退 呼籲公民搶救 希望立院集結 有關的團體很多 不能進入 包括台灣公民陣線 公投護台灣聯盟 經濟民主聯合 台灣人權促進會 地球公民基金會 民間監督健保聯盟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424教育基金會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台灣親子共學 教育促進會 蔡瑟月文化基金會 與承認 3.拒絕立院變人大 抗議 南白沒收民主 4.停止濫用 敬負已讀 全案保留 封殺提案 散會動議 這些程序 5.沒有討論 不是民主 全案保留 等於無審 封殺提案 堪比人大 行動說明 南白兩黨 無理 無理 無道理 操弄 國會議事程序 以國會改革之名 行濫權之實 晚間517已經有超過千名民眾聚集在立院要求退回法案實質審查 遺憾立法院沒有聽見人民心聲 下週也持續排審 意圖強行表決法案 這個先例如果一開 意味著我國最高議事殿堂容許北京實質討論就三讀立法的行為 實為民主的悲哀 對此 我們號召群眾 521在立法院外集結 呼籲南白兩黨懸崖立馬莫在一意孤行 行動邀請關心台灣民主的朋友 一起塞滿青島東路立法院門口 令到議場內的委員們正視人民的訴求 所以它都有NGO團體和台派的KOL輪流直播 希望這一點大家做好 當然今晚6點半之後 下班下課會有訴求說明的短講 會有公民陣線的介紹 有合辦團體的介紹 也有街頭肥造商公民自由開講 問題就是這樣 反而在香港2019年的情況當然是不同 但你要知道台灣現在面對的問題 也跟當時的情況有分別 所以我們都會尊重很多台灣公民團體的選擇 這一點我們必須要密切關注 即是悉心地去照料未來可能會出現的大的變化 我想這個變化來得會很急的 即521、524、528 大家要密切注意 很多在台灣的香港人 或者在你的地方官選 但未走的人 都可能對521的情況有興趣 我知道蓬佩奧今天都在台灣 他可能都會知道 立法院外、國會外發生的這些事情 當然外國不會干預這些事情 這是台灣人自己的選擇 但記住一件事就是 一、我們要知道整件事有兩個層次的批判 一個是程序公不公義的問題 一個是總統層次的問題 OK 第二個地方就是說 這件事是否公義 這些法案是否牽涉到國會國權的問題 那麼這個地方就涉及到 我們看看這些事情 是不是中共在後面勢力擺佈的問題 你問我 我是否覺得有解散立法院 或者國會的必要呢 暫時未有 但你說解散立法院或者國會 這件事會不會到時可能 負為議程之一 可能會 但按照台灣的憲法 總統說行政院沒有權解散國會 只有當國會提出一個賭角案 即是他要推翻卓明泰的內閣 即行政院的整個團隊 通過了 過半數通過 然後總統才有權解散白法院 國會重新選舉 然後整個任期重新計算 這個就是現在那個憲法增修條文所規定 就是總統無權 或者行政院長無權去解散國會 除非有賭角 總統才拿出權力去解散國會 所以我想這個地方操作的可能性不高 在現實上來說 我會覺得 要做到這一點 其實很多 QK 所以我會覺得很難 還有我覺得重點 都不是這個地方 重點是我們要尊重民意 願選 就要復書 我們尊重民意的前提 就是 如果你選他出來 你不守程序公義的法律就不行 而且你牽涉到法案有問題 既有程序上的批判 也都有對於你法案內容的批判 而法案內容的批判和程序的批判 目的就是搞亂你台灣整個制度 搞到立法院國會禮崩惡壞 搞到裡面通過法案大幅擴展藍白 這些涉嫌中共代理人的權力 藐視國會罪 吊月權 兩個是最重要的 還有很多浪費大家錢的時間 還有浪費大家總統時間的事情 用這樣的方式來處理台灣的問題 非常荒謬 變成這件事是有黨的必要 如果你說藍白為了年輕人的經濟狀況 他們的就業問題、身上問題而抗爭的話 我請問你剛剛講這些法例 總統國情諮詢被質詢 描示國會罪 所謂的調閱權、聽證權、前坑法案 這個跟年輕人的就業有什麼關係 完全沒有關係 沒有任何關係可言 你說前坑法案建設的可以說 但問題就是說 這麼多錢你未經討論也有大問題 跟這個民生沒有關係 它全部是政爭的問題 而政爭的問題涉及到我們的國家 憲政制度是否能夠保存的問題 OK 所以這件事的話 是要解釋的 即我都說了 怎麼能夠用很簡單簡潔的說話 能夠解釋到給別人聽 現在面對的程序公義問題 以及法案內容的破壞性 很難 即你說以前是 要爭取民主的 爭普選的 雨傘運動很清楚 反送中就是送中條例 extradition很清楚 一句話說完整件事 譬如說2014年 反服務很清楚 反服務 但今時今日 你是不是可以一句話 講清楚 你爭取什麼 反對什麼 這個牽涉到你的宣傳技巧問題 我覺得這件事的話 基本上是 反紅統 即是反共產黨 借這些法案 來基本上亂台灣 即是這些法案 就會使得有一個大幅擴權 而破壞民主制度的東西 利用民主 反民主 OK 即是 反對 國會人大化 反對台灣國會香港立法會化 反對台灣香港化 我想這個題號 如果打出來的話 就有感召力 你寫一些 譬如那些程序公義 如果你要宣 我想文宣 你只是說程序公義 或者說前坑法案 或者只是寫這個 國情報告 調閱權 質詢權 聽證權 這些東西 人家聽不明白你說什麼 各位你會聽得明白我說什麼 你聽不明白 你只是打出一個口號 反對台灣國會香港化 這樣已經很清楚 整件事就是 現在整件事就是整件事 好像大口狗 這個 立法會主席一樣 現在正在做這件事 韓國現在時而不見 如果它有本事 那你就休會 退回 整件事再重新來過 通過充分的辯論討論 去凝聚共識 去做一件事 是會有爭吵 但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符合Due Process的話 沒有人會說你 你今天不符合Due Process的話 出事 爭的就是這一點 是不是 這個才是真正是憲政的大問題 當然 程序正義 說真的很難動員人 反對台灣國會香港化 口號 跟著整件事才會有動員力 就是我想這些東西 才是宣傳的重點 希望大家要明白 就是我們面對的問題 和應該要去處理的 技巧和方法 但怎樣都好 希望大家成為了台灣國民的 講約台灣人 如果支持我這種想法 都在這幾天 抽空去這個現場 去感受台灣的民主氣氛 也都希望大家保護自己 都是那個東西 就是力所能及範圍 發揮自己的專長 做自己的所有功課 2019如是 今時今日在台灣 亦都如是 OK 講得太多了 我們遲些再見 發揮 琴 東西 scar